全球现场的时间一起来看到 在这个过年期间 大家看了春晚 很多综艺节目 偶像歌唱表演 就要来看看北韩人的偶像 金正恩 北韩的官方释出了一支 长达110分钟的宣导片 我可以看到 这支宣导片 名为2021伟大胜利的一年当中 可以看到刚刚金正恩 是骑着白马在海滩上头 看日出 好 这部纪录片的片名 2021伟大胜利的一年 记录了2021年 全球爆发了疫情 那么北韩面临国际制裁之际 金正恩一系列的成就 包括了有飞弹研发进展 各项的建设 还有战胜疫情等等的努力 那么画面也包括了 有金正恩在雨天视察工地 还有刚刚他骑着白马的这些画面 那么当中有一段是金正恩走下 这个临时楼梯时 看似他的步伐缓慢不稳 此时这个影片当中还有旁白感性的说 这个画面充分显示了金正恩爱民 如此的一面 他奉献自身要实现人民的梦想 而且在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金正恩的身形 是明显变瘦了 旁白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这一点 但是多次的强调 他是为人民焚高济轨四处的奔波 那么美国媒体路透社就分析说 由于这个金正恩是紧握全力 加上现在继任的人选还没有确定 国际媒体情报机构 还有各界的专家 都很密切的关注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才刚刚在1月30号国会大选中 成功连任的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昨天传出确诊了新冠肺炎 他的办公室是表示 科斯塔将会隔离7天 另外也说 他在今天进行例行的自主筛检的时候 发现结果呈现了阳性 所以确认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么声明当中也补充说 他其实是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 不过已经是证实了感染新冠肺炎 那么在过去两个星期 科斯塔因为在葡萄牙各地 举行了相关的竞选活动 还有集会 这些场合也经常吸引 大批的人群聚集 所以也让外界有点担心 那么科斯塔所属的社会党 一共是拿下了117个国会的席次 成功为他赢得了第三次的任期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 就Omicron的变种病毒 现在袭击全球 各国的确诊数大幅的攀升 丹麦也不例外 过去一个星期 每一天平均有4万3千人确诊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丹麦总理却宣布 2月1号开始 全面解除防疫限制措施 决定要和病毒共存 那么其实丹麦呢 现在每一天仍然 新增将近5万例的确诊 不过丹麦总理是宣布说 解除几乎所有的防疫措施 所以现在外出的时候 丹麦民众也不用戴口罩了 也不用出示疫苗 接种证明 餐厅 酒吧 夜店 这样子的娱乐场所 可以自由的营业 室内聚会的人数限制 也结束 那么丹麦宣布全面解禁 也成为欧盟第一个 宣布松绑防疫措施 正式与病毒共存的国家 现在也成了其他国家 观察参考的一个对象 那么对于丹麦政府宣布解除 所有的防疫措施 要和病毒共存 世卫组织就表示说 有很多国家 这个Omicron的疫情 尚未达到高峰 应该是要缓慢的 逐步的松绑防疫限制措施 所以秘书长谭德赛也强调说 现在就宣布战胜疫情 或者是试图控制 放弃疫情传播都为时过早 那么俄国在这个乌克兰边境 部署了大军 外界认为呢 这是即将侵略乌克兰的前兆 就是很担心 这个紧张的情势随时爆发 俄罗斯总统普丁 首度公开谈到了乌克兰情势 不过他一开口就先告状了 指控是美国企图 把俄罗斯拖下水 又使俄罗斯开战 普丁批评呢 美国的目标 是想要制造冲突 这样才能对俄罗斯 施加更多的制裁 他也反控北约组织 在这个东欧的部署 军力让他相当的担忧 但美国呢却是视而不见 普丁还说 在我看来呢 美国关切的重点 根本就不是乌克兰的安全 美国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要压制俄罗斯的发展 而乌克兰呢 只是被当成一个达成目标的工具 普丁也说 这个俄罗斯是要求说 要阻止北约在东欧国家扩张 以免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 但是美国却是听而不闻 他暗示如果北约准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话 恐怕会把其他的成员国 也卷入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之中 而另一方面呢 再来看到是这个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他呢签署了一项新的命令 说呢要在三年内 把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规模扩大到十万人 并且提高这些军人的薪资 不过呢他的说法是 这并不意味着要和俄罗斯的战争 就迫在眉睫了 但就在同一天呢 这个泽伦斯基也再次警告 如果俄罗斯发生战争的话呢 将会影响整个欧洲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 在跟英国首相强森会谈之后 在两方元首会后 记者会上他是表示说 他认为呢 没有人能够预测 这个俄乌之间的对峙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而乌克兰呢 在持续加强跟北约一起缓和 紧张局势的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呢 不仅计划要增加十万兵力 那么也公布了最新画面 我看到画面里头这个 美军在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克兰士兵的照片 要向俄罗斯证明 美军就是力挺乌克兰的 美军在etaan 美军会训练乌克兰 美军会训练乌克兰 美军尔合克兰 美军会训练乌克兰 美军会训练乌克兰 美军可以训练乌克兰